您好,欢迎致电山东税务12,那税缴费服务热线,目前咨询较多,安心号键选择智能领客服进行咨询,心机查询请按1,涉税咨询请按2,服务专线请按3,投诉举报请按4,退税减税1,涉税举报请按1,服务投诉请按2,想为政策落实情况,投几男士请按1, 其他电视请按2,再回上级请按1号,正在为您转接,涉税举报热线,请稍后,您好,目前您排在第3位,预计需要等待2分钟 2m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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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 那这种情况就是网上 那个就是购物 它不提供发表 那应该找谁呢 这个的话 您需要先看一下商家是属于哪个省 如果是山东这边的话 可以举报 到省外的话 你得加拨他们当地区号 打一下12366 那拼多多 它属于一个平台 属于一个全国性的 那个一个电商务平台 那应该举报谁呢 它包庇偷费漏税 不是的 需要看一下商家 就是销售房那边属于哪里的 不是平台就不支持这样的 因为吹了平台几次了 那个平台就包庇它 让我退货 我都这个电商务都起了一个月了 我都辛苦的组装了 而且它退货只付10块运费 你这个不能提供发票 它是在包庇商家 也是这个给您发开发票的话 是商家给您开 拼多多是不需要给您开的 拼多多不需要开平台 有这个义务 就是说保证那个 就是平台商家 那个提供发票的权利 但是它平台不需要 平台哪个市场都能保证 就是说它得合法性啊 它包庇那拼多多不 你这说的这话的 我现在在录的音 请你说话不要成为权贵阶级的 就是说权贵阶级的帮凶 你是一个国家公务员 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 不是为那权贵阶级当狗的 知道吧 我说你说的话得负责你 那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我就反映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拼多多包庇 就是他们平台的商家 偷碎漏碎 那拼多多是哪个省的 我问你拼多多是哪个省的 我不太清楚你是 你不太清楚 那你当什么国家公务员啊 你不太清楚 你问我 那你怎么占那个职位呢 你怎么上去的 我咨询你 你问我 那你怎么上去的 对啊 你怎么上这个位置的 我问你啊 你是一个咨询平台 一个偷碎纳碎的 一个咨询平台 你问我 我们这边查不到信息的 需要您提供 我不给你抬杠 我录音了 我把你们现在什么人 在上边的这个现状 我要曝光 知道吗 我们这边有录音 你是 你有录音 当然有录音了 你有没有录音 那是你们内部的问题 对于怎么管理 那是你内部问题 你给我抬这个杠干什么 不是的 您说要反映他那个包庇 这个的话 他不在我们的受理范围 因为他 不在你们的受理范围 我是三中的消费者吧 这个问题反映多少年了 你们老是扯 老是这个推那个推 就是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需要确认一下被举行方是哪个省的 那拼多多平台是哪个省的 我这边不清楚 女士 因为我们查不到拼多多的信息 就是法外之地这个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平台是法外之地 你需要先落实一下 它是属于哪里的 要是山东的话 山东这边企业可以受理不该发票 它要省外的话 我们这边没发给你受理 你是不在受理范围 不在受理范围 那那那 那你就是说 咱山东是个山东国是吧 不是我们热线的话 是分为每个省都有山东国 而且不光是个山东国的问题了 还是一个不负责的 就是说一帮的人在 在那个当政府是吧 那你让 你就是美国 他还得管 就是说你跨地区 这些贸易的问题的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 你 你什么不知道 你在那个政府 在上面干什么 天天赤着国家的工粮 什么都不干 您可以看一下 税法规定 是需要您这边提供一下 被几包方的公司名称地址吧 税法 对 您可以看一下 数数违法行为 解决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十条 有明确规定 那电子商务呢 那电子商务呢 电子商务呢 电子商务 你给我把你 所谓的税法 怎么规定呢 你这个国家公务员 报一下 好吧 我现在问你电子商务 你给我扯 扯 你就是本地的企业 我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在说 拼多数上平台 你给我乱扯什么 你不就是不想工作 您现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你是 我说了多少遍了 什么 你听不懂吗 反映什么问题啊 我在电子商务上 遇到一个偷碎漏碎的 你在干什么 不是说不给您说 但是您需要提供一下 它是哪里的企业啊 公司名称地址 你得说一下啊 跟你说拼多数了呢 跟你说拼多数了 电子商务企业 它哪里的企业 你说它哪里企业 我不知道它哪里企业 它上海企业还是哪里企业 它要省外的话 你得加过他们当地区号 打12366 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电子商务平台 它是跨地区的 一个跨地区的一个平台 电子商务平台 它这样就是说 包庇不是 包庇脱税纳税的这种 这种电子商务形式的 那你这个就是 山东政府没办法 没规定 因为这个的话 你会退到就退到 退到那个 就是说这个平台 平台是上海的 上海的话 那你得加过 021打12366 那他们当地事务局 它这个平台 是个市场 知道了吧 是个平台 是个电子商务 你都不懂什么 你还当国家公务员 你老是扯扯扯 你吵着扯 这实体的这些东西 它电子商务 它跨地区 甚至跨国际 你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 你一个人乱扯 你说让我能投出到上海 你就跟阿里巴巴公司 他在外国注册的 那我是不是要投出到外国去 因为这个是需要反映到他注册地的事务 我告诉你啊 你别愿我说一些话太难听 太极端 你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在当政府了 知道吧 没有这个能力了 没有这个能力了 就是一帮子就给那个猫一样 是怎么着 宠物猫一样 光吃不做老鼠 知道了吧 变态了 我给你扯什么 你不 我反正录音了 我曝光就是 你就注意让我曝光 你们在这 这些人管理上 就就出你们在这样的 这样的气霸 不适应时代 时代这么多 就这个电商 这么多年了 就是老是说实体实体 老是说就是你实地的企业 对着这一个跨地区的 根本就没有一套管理办法 你给你们咨询 你们这些 反正是谁给你们粮食 你们干不干都一样 你就这样政府是吧 以后快没吃的了 我告诉你快没吃的了 你们快没吃的了 知道了吧 快没吃的了 你们是宠物二代了现在 三代了 宠物一代二代还知道什么 你们宠物三代是光吃 我给你这样打 你就是你的工作任务 就是从那打太极 是吧 你是没有对方的名称地址 我发给你说了一句吧 我跟你说了拼多多 跟你说了拼多多 那 你的任务就是打太极 我哪给你转啊 我帮哪个事 我就给你反馈了 你是 你反馈什么 你的任务就是打太极 工作就是推 这是你的优良传统 知道了吧 就是一天到晚的混日子 从那时候不解决问题 还当国家公務员 还弄得高心 就是混日子 还不负责 没有这道德 什么就是你不得不配位 不光是得不配位的事了 根本就不适合在那个位置上 就是混日子一天到晚的 不解决一点问题 不适应时代 不适合管理 连统治都不适合了 行了就这样吧 不给你浪费时间了